你还在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呢 这个孩子 你还教他武功 若他知道 你是他杀父仇人 我看 我看总有一天 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我的死活不用你管了 你走了 我怎么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的死活 辰君 八年了 我等了你整整八年 难道你就这么互动于衷吗 那只是你自己的痴心妄想 这八年的等待 难道就要这样付出流水 换不来你的一丝情意 我说了 我哪儿都不去 我死就死在武当山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真心话 这就是我的真心话 八年前 八年前我就跟你说过 是你自己听不进去的 你真的对我如此决绝 好 可是葛珍君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也会给我 你也会给你 我不相信 我 你不相信 我不是 我会给你 你回来 你赢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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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你赢了我 你赢了我 谁看我心狠手辣 却不见他悲兴弃义 戈振军 我要报复你 报复天下的所有男人 来 抓我 站住 来啊 抓我啊 抓不到 抓不到 吸我啊 走 云青 不许动 走了 护驾 偷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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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回新东家参加女儿会去 急什么 男孩不满十八岁 不能去女儿会 我偏要去我 玉京 还有没有规矩了 规矩 规矩不都是人力的吗 走了 走 走嘛 姐 你慢点 这荒野 你提个小子 会自行 的 你贵命 你 是 你得好好看管呐 遵命 姐姐们好 好丰富啊 姐姐的眼魔孤可真好 来 伯母 谢谢啊 妹妹是哪个寨子的呀 怎么没见过你啊 这位公子 姐姐看我肯定眼上 我是外向人 叫巧儿 和爷爷是来这儿 投奔亲戚的 我们家亲戚啊 住住在 那边 那边的寨子里 来 看一下 怎么样 好看 姐姐绣的丝线可真好 一针一线都透着灵气 姐姐这个土布细密柔软 我这儿真舒服 你看看绣那仙草啊 走走走 马上就要萝莉摊花了 你看那个穿白衣服的哥哥 好英俊啊 姐姐 跟你真般配 英俊的哥哥 还是留给你们吧 把我的香囊还给我 快走 走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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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香囊 你看看我的香囊吧 这是我的香囊 你看看我的香囊吧 哥哥 你收下吧 哥哥 你就看看嘛 哥哥好绝情啊 小儿妹妹 这是你头一次来女儿会吧 我就是来坐个热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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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 不喜欢 这位不喜欢 走 好香 这个我要了 哥哥 香囊啊 这个我要了 好香啊 妹妹 这香囊好多钱啊 一文钱 哥哥 一文钱啊 他是武当俗家弟子 有钱又有势 恭喜你啊 妹妹 赶紧带他去街外的小树林去聊一聊 这么香哪 就是我的了 哥哥 我们去树林里说些傻子话吧 傻子话呀 大嫂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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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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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女儿会啊 是我们这里特有的相亲大会 每年到了这一天呢 周边寨子的女孩啊 都会出来 就穿上亮折子 就是我身上这种裙子 哇 这裙子可真好看 姐姐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肯定啊 能找一个如意郎君 你觉得那边那个怎么样 那是个外乡过客 妹妹别说笑了 我都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我叫蓝水灵 以前就住在神农架 你是蓝玉京的姐姐 你认识玉京 当然认识她了 这八百里武当 还有不认识她的人吗 我这个弟弟啊 调皮捣蛋得很 大家见了他都头疼 玉京今天来了吗 在哪儿呢 不要了 不知道又跑到哪儿胡闹去了 快走龙苗 真不懂事 快给妹子陪礼 拿了人家香囊就想走 这哪行啊 你不知道在女儿会上 拿香囊是什么意思啊 知道啊 我这么聪明我 能不知道这个 那你要怎么样吧 现在人家姑娘嫁不出去了 嫁不出去了 不是 不是只是说寥寥吗 这寥寥可不是小孩子之间 聊一聊 这是要谈婚论嫁的呀 刀嫂 好妹妹 你们别这样心情 别哭了别哭了啊 我 我还只是个孩子呢 好了好了 别哭啊 他呀 从小就顽略 妹子 就算勉强嫁过去 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对对对 大嫂说得退 真是一点都不懂规矩 妹离的 你这离子 怎么卖啊 这离子是金驼驼还是银蛋的 这么贵啊 我说这位大哥 你着什么急啊 我要的是钱 你还的是价 那我问问你 你可知道 这离树一年长多高 果子一年结多少 果费多少利器你知道吗 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还价吗 我还真不懂得怎么种礼 你看 我只懂得练剑 逗你的 便宜话 送你喽 这姑娘行 走 姑娘 姑娘 你这东西我们家少爷全买了 您别开玩笑了 您看上哪件 直说便是 谁跟你开玩笑 我们家少爷可是未来的吐司 别说这东西 就连你这人 我们家少爷一并要了 自古以来 买卖便是双方协定的 你们要是这样 这东西我还不卖啊 您没用的东西 谁让这么鲁莽了 姑娘且慢 我还当真相中一样东西 您看上哪件了 那便是你啊 孙海 你干嘛 你这个 还真不要脸 我们这里 可不像你们科迷那么多规矩 退歌了 去退歌了 退歌了 退歌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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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什么 愣着干嘛 追啊 追 退歌了 去退歌了 妹子别哭 退歌了 我先去看队歌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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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你别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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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龙家里帮我抢啊 又抢啊 作业 你住想把你帮我一样 你帮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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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光 你帮我一样 你帮我我一样 他站在外面 你帮我一样 你帮我一样 你帮我一项 你帮我一群 你好 你帮我一看 你帮我一empt 吻上自尊的养偶 敲得成那朵 心意蹦呀 蹦呀 蹦呀 马蹦蹦跳 敲得一个生辈子 今天的人可真不爱 是啊是啊 落落雨 落落雨 一呀 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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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琴 滴滴滴滴滴滴 弯弯向南流 弯弯 滴滴滴滴滴河桥 两岸手牵手啊 牛啦 哪个侄女哟 去鸦门 去桥桧回呀 滚桥 哪个溪水哟 起零哟哟 南桥哥们儿走得忙 双手搂着个桶凉烂 屋里还是门缸水 哄着他的爹 怀着他的娘 假装飘水会晴朗 南桥对面过游 看那个小哥哥 你唱得真好 我上下一个女角荣 实在是爱国的朋友 什么花开双对双 什么花开一点空 什么花开三月三呀 我的情歌三 什么花开九月重呀 有美粉 恨恨恨 微达 微达 呀 微达 实在是爱的我呀 梧桐花开 双倍双 石榴花开 亦的梦 桃花花开 三月三 菊花开 在九月中 梦桐花 黑梦梦梦 鸭枝快入雪 买的你 独播观幻想梦见 恨恨对你把理由 那里喜鹊会搭桥 那里徒儿会搭摇 那里蝴蝶双双飞摇 我的情歌色 那里白色会说话呀 少爷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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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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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小爷在此定教你吃不成 齐歇了喜鹊会搭桥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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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对了 太棒了 小孩对了 太棒了 是个相待 回大桥 嫦娥与土回药 两株花铁双手飞 许臣娘子会说话哟 好 可以吗 厉害啊 那是 原来是她 抓住她 是 轻便满轻轻 对不起 让下 站住 别跑 不要跑 站住 快 追 快站住 海海洋 海海洋 盆里那开花药 雕雕心 不像那个别人有 就像你 像你那个白天有 哦 通路走 像你阿爷万有 同罗杖有 罗杖里头有 好成熟 妹子 你 你是谁啊 耿玉京啊 你真是个没规矩的小子 见到我常母娘 居然还叫我妹子 姐姐息怒啊 对了 我姓蓝 不姓耿 武当弟子 蓝玉京 见过姐姐 姐姐 你还管我叫姐姐 步骑道长是你的义父 按年龄和辈分 我都能当你娘了 你认识我义父啊 十八年前算是认识吧 我们是朋友 原来如此啊 那这么说 你算是 我师太喽 走吧 我带你找我义父去 玉京 玉京 我姐姐来了 玉京 玉京 耿玉京 你听好了 你本姓耿 不姓蓝 如果想知道 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 今夜此事 我在七里勾动你 玉京 我不姓蓝 亲生父母 你亲自身 你你也看在那儿 你里面是个余孩子 穿草 又可以 我不认识的 没有 比如我 你们有您不认识了 都不认识过 他在外飘零了十八年 该回家了 去之前再去一趟神农镇 帮我祭拜一下起舞 顺便把你师兄的遗骨 也迁回到何家祖坟 这么多年过去了 再大的仇恨也该了了 师父 弟子曾经是何家弟子 还是让弟子去吧 你在武当庆修了多年 别再让这些陈年往事 饶了你的心境 京儿现在需要你 你就留在武当吧 师父 就这样决定了 不见 快下山吧 是 尽管你 行 就该下功夫把金儿大莫成才 继子遵命 这个女人这么诡异 这里面一定有大秘密 来啊 爷爷 爷爷 怎么是你啊 爷爷 我有没有打通你啊 哎哟 有没有伤到你啊 巧儿不是故意的 你个臭丫头 武功没长进 机灵劲倒啥了 哎哟 爷爷受伤喽 得喝口酒 聊聊伤啊 喂 停 你还真喝啊 我看你啊 就是又想找接口喝酒 爷爷都受伤了 喝口酒聊了伤 啊 好臭啊 别谈杀 爷爷交给你的任务呢 呃 我刚刚正在跟踪一个神秘的女人 结果被你给搅局了 女人 什么女人 就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 我看她那个双眼带桃花的样子 我就知道她肯定不是好人 别管什么女人了 总之 爷爷交给你的重要任务 忘了啊 这不是发现更为蹊跷的事情了吗 走 跟着爷爷看看那臭小子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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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祖在上 昆仑派弟子东方亮 谨记师祖教诲 严虑己身 潜心向学 习武不戳 绝不辜负昆仑派之名 也许 时辰已到 弟子就起 明日一早 必等败上武当 爷爷 你让我跟了这个人这么多天 他究竟是谁啊 咱们天天这么跟着他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这个年轻人哪 叫东方亮 昆仑派弟子 每隔几年 都会来武当山 这个东方亮看起来呆呆的 他的师祖 究竟是何方身上啊 他的师祖 就是玄真子啊 这孩子 十强远连剑术 算得上是个武痴 玄真子就是当年来挑战金光祖师 最后被无相掌门打败的那个人 嗯 当年玄真子徒弟也在场 这个徒弟呀 就叫东方晓 东方晓 哦 爷爷 我想起来了 这个东方晓就是十八年前来挑战武当 最后被何大侠痛打了一番呢 当年一战 你何师伯虽然有伤在身 仍然栗战东方晓 是两败俱伤 哦 那一战之后 你何师伯遭不明独守身亡 东方晓呢 也不知下落 这么看来 这东方亮 就是东方晓的后人 对呀 东方晓就是东方亮的父亲 所以现在 当年的那份战书 就落在了东方亮的身上 哦 原来如此啊 这孩子 有他爹当年的风范 剑术嘛 也不错 所以你要仔细地 定见喽 爷爷 这件事情交到我郑巧儿身上 你就放心吧 我看他在我眼皮子底下 能做出什么乱子来 你 怪孙女 你又让我帮你去打酒 我不去 我不去 臭丫头 太远了 爷爷都告诉你这么多消息了 你怎么也应该 回报一下爷爷呀 我可是你亲孙女 你说的事情啊 我全部都记在脑瓜子里面了 来 走了 你个臭丫头 我白养活你了 你找周公去帮你打酒吧 他那里有 走 你个臭丫头 我白养活你了 你找周公去帮你打酒吧 我不要给他 你把这瓶子看得到 我只想发生了 我只想发生了 你飘到他们 他这个店儿 你不知道 我把他帮忙 你把他帮忙 干什么 我把他帮忙 把你把劲子都赶到 到这儿 他的手中 还没能不能 人家好久不见你 你就这么一副脸色对我呀 就没有一句温柔的话吗 人家就是想你了嘛 所以就来 看看你的身体 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强壮 再摸摸你的心 是不是还那样的冷漠 和无情呢 别让丸子了 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事 我还有什么事 我不就是那点事吗 我说了无数遍了 跟我远走高飞离开武道山 不可能 痴人说梦 既然你那么固执 那我也没办法了 看来你那个小小的秘密 我是帮你隐藏不了了 虽然过了十八年 但我相信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听这个故事的 别胡闹了 别胡闹了 你走吧 别在这里 饶了我的清静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马上消失在你面前 这就没有什么事 你还能不认识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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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是上贡给朝廷的 以我在武当山的资历 十八年来都没曾见一面 我去给你偷我 偷是好主意啊 你 你何苦要逼我干这种 不仁不义之事呢 你以为人生二十年 我何时听过不祈道长 做过光明磊落之事啊 你走吧 这个事情我办不到 哎呀 那好吧 看来我那个秘密 是无法再隐藏了 当然我也不会公之于众 但是我只会告诉一个人 那个山下住着的黄毛小子 蓝玉京 应该很感兴趣吧 我劝你还是马上就离开这儿 无相掌门已经派不借 去收敛耿京士和玉燕 还有何亮的尸首 如果他们发现 是你杀了何亮 到时候 可把你想走都走不掉 那感情好啊 如果耿玉京知道 他的不齐道长 他的义父 原来是杀死他亲生父母的凶手 不知道 他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 他会怎么想呢 不如你杀了我吧 如果你杀了我 你所有的秘密都会烂在我肚子里 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找你麻烦 这不是很好吗 来呀 杀了我 杀了我呀 他 来吧 你个害人精 你要害我到何时 我怎么是在害你呢 我这是在帮你呀 你可别忘了 你我当年一场 你一搜了之 难道你不是欠我一份情吗 好 后完的事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要守规矩 你放心 放心 我会有分寸的 你离玉京远点 以后 我如果看见你 离她方圆十丈之内 别怪我对你翻脸不是人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好了 那我有事先走了 等你的好消息啊 我等着你 你 怎么又咳了 好 着凉了吧 爹 我给您煮点药吧 你从神农架回来够累了 快去睡吧 娘 熬药不费事的 您先给爹喝点热水 我这就去煮药 小伙子 没想到你还挺守时的吧 姐姐 就不怕我设下埋伏啊 就凭你 你这么天真 我真是担心哪 将来行走江湖的时候 你恐怕活不到一个月呀 难道 你就是仇家 你小子果然找帮手了 吐司少爷 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 扫什么言蓝玉京 你堂堂武当弟子私会妖女 行了不你 都伤成这样了 还想着泡我脏水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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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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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我啊 少爷 少爷 蓝玉京 您为何伤害我家少爷 不是 你们听我说 伤他的真的不是我 我都看到了 少爷 少爷 对 真不愿意听我说 我是被冤枉的 少爷 你醒醒别睡了 少爷 我是被冤枉的 就是你 快醒醒 别睡了 告诉他没啊 不是我 少爷 快 别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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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别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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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别闯了 这不是我 和我没关系 不是我 没关系跟我 快 给我撤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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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水灵 怎么样 这回有没有心仪的小伙子 那些土猴子啊 我都不得了 哪能配得上咱们水灵啊 玉京这次跟你出去 没闯祸吧 没有 他虽然调皮了点 但心里还是有数的 玉京啊 是醉起你的话了 以后啊 你得多管管他 你放心吧 爹 我知道了 还是我的女儿等事 你去睡吧 这儿有我了 爹您记得喝药啊 来 这么晚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 不要 不要 不行了 不行了 好了 这个地方应该安全了 哎 哎 原来是你啊 哎 哎 什么你你你的 我叫郑巧儿 巧 是挺巧的 小爷我叫蓝玉京 我知道你是谁 整个武当山 谁不知道你蓝玉京的大脑 这么说你也是武当派的了 即便我不是武当派的 我也知道你是出了名的爱导弹 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救了我 好 谢谢你了 不客气 能救你啊 我很开心 慢点啊 慢点 今天一定要让武当仁 给我们一个说法 一定要他们把这件事说清楚 不能放过蓝玉京 来 走 不许道长 给个交代吧 你看 这就是蓝玉京干的 你看把我们家少爷伤的 玉京 这不可能 那还有假 我们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啊 对 我们都看得了 不会啊 玉京不会这么干的 不会啊 玉京不会这么干的 是玉京所伤 我也要尽快找到他 给大家一个说法 好吗 那吐司少爷真不是我害的 可是现在更说不清了 要是义父师祖知道此事 这把会更加生气了 一看你就没什么江湖经验 那个暗器又不是你的 你拿去调查清楚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你说得到清巧 他们是一定不会仔细调查的 我干脆离家出走算了 好主意 你这一走啊 莫须有的罪名就坐实了 那我也就是说说罢了 我要是走了呀 被我爹找到了 还不被他给打死呀 哎呀 好主意 好主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